大家好,我是虚话 今天说的是柯南原版140级 海外插风版150级的原创案件 SOS不美传达的信息 本案来自古内议程 作为柯南早期TV的半笔江山 它的案件真的丰富又有趣 而其中案号的事件 大多做的趣味一种的风格 在柯南里那些难懂的日语案号里 真是堪称清流 今天这集观感也很不错 毕竟大家小时候也看过了 这点,知能队在博士嘉打扑克 玩抽乌龟 只见柯南仗着比大家多抽过十来年的经验 首先胜出 此刻站在一旁 得意忘心 又看到光燕对元太 呈赶尽杀绝之势 他已整个幸灾乐祸 其实元太会输也不奇怪 原来掌握了元太调节器 这才是真正的pokerface 这让光燕想输都不行 洗衣机瘦瘦大板牙吧 老哥良心未敏 笑完之后 还是倒数了元太比输的奥秘 元太恍然大悟 历史决定从此搬起表情 柯南三两指点 事实上就又多了一个会抛合face的人 掩盖元太修改设定 光燕一时没了兴趣 于是跟柯南聊起了昨天在飞湖镇 发生的一起强盗杀人案 柯南果然有所耳闻 表示被爱者是一个叫 法国餐厅的老板 绕口的餐厅名让元太很懵逼 老哥表示 其实也不奇怪 这个词其实就是法国料理里常常用到的食用蜗牛 对于小学生来说可能有点生病 但对于老柯我来说 可是常常吃 没关系 不就是蜗牛 我也没少吃炒天罗 哎等等 不是在讲命案吗 柯南言归正传 道谢了更多听说 其实我是昨天晚上在毛利叔叔跟木木警官讲电话的时候听到的 原来木木警官晚上还要跟毛利包电话周 柯南表示 案发的昨天 那位受害者睡到中午才起床 结果正好跟误以为家里没人 而来闯空门的强盗 撞了个正招 强盗立刻捆起手脚 可能是要问出藏钱的地方 他直到洗劫完毕 准备出门时 才杀人灭口 真是穷雄极恶 令人发指 一时间 支援队都背后一梁 小做子仙 这么凶恶的犯人 就没有我们少年侦探队用武之地了 案例博士予以教育 那还用说吗 你们这些孩子根本就不该管什么杀人事件的 侦探队表示 我们不管 难道让木木警官管吗 这时 沉默半天的布美 寄出了一句话 原来布美今天喉咙痛 一在哑巴的边缘 又由博士一阵试探 终于确诊了感冒 于是众人决定各回各家 让布美好好休息 一日便是上学的日子 布美郎当缺席 原来她的感冒一病如膏肓 还要再说一天才能好 画面一转 一段位于东京市中心 豪华地段的公寓 布美同学 正躺在她30个平方的小房间休息 然而这脆弱的时刻 布美的妈妈却要出门 妈妈很快就会回家的 你要好好活着哦 嗯 妈妈慢走 好 随着妈妈的出门 家里只剩布美一人 一时间 空中只剩10钟的第一大声 不知过了多久 客厅传来电话声 但由于布美在睡觉 直到断掉也没人窃听 这让大楼外一个带着头盔的男子 夫妻一阵窃喜 您好 您拨打电话 家里一个人都没 哼 这简直是一种邀请 男子朝公寓走了过去 我们就叫她头盔男 这件头盔男以送货上门为由 轻松进入了电梯 最后精准直播在布美家门前 叮咚叮咚 头盔男发起最后的试探 而听到我们铃声的布美 却以为是妈妈回来了 殊不知 门口的男子已经迫不及待 套出一套motion工具 种类丰富 尺寸齐全 专业程度跟开锁事物比 只差没有备案 房间里 布美兴奋一门 由于发不出声 她只得加快步伐 但幸好房子比较大 跑了个把分钟 方才抵达 这样布美突然想到了啥 想着她缩回的小手 并搬了个柜子过来 从猫眼观察 布美真聪明 重感冒刚睡醒就这么灵光 要是我 床搬走了 恐怕都还没醒 布美定睛一看 果然是一个陌生人 在稀疏敲门 嘴角上扬 犯派画风 闯口门的强盗一枚啊 布美赶紧冲去拿电话 然而头盔男技术不错 思索间一攻破门锁 一声清脆的咔嚓中 布美飞掉了电话 紧张几张几张 强盗犯抢到布美家 用来报警的大哥大 却惨被飞掉 是柯男及时赶到救下布美 还是警察及时赶来救下强盗 头盔男前了进来 却见眼前空空荡荡 原来危急时刻 布美十人远囚禁 已经躲了起来 但由于事发紧急 他没能上后 垫脚的柜子还在门下 摇人的电话出事未解 头盔男皱起眉头 小作打亮后 走进了布美房间 只见这里依然没人 但一床可爱的被褥上有余蚊 看来躲在家里的 应该是一个小朋友 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 头盔男自我安慰道 想着就看到一旁的衣柜里 露出了一块衣角 这让头盔男也扬起了嘴角 嘿 眼前的画面没有让人失望 柜子里果然躲着一件衣服 但小朋友就没有 头盔男信心离去 这让布美在一旁松了一口气 原来他没有躲在衣柜 而是躲在一旁的床底 头盔男没有经验啊 但凡有所有理 都会知道衣柜虽然实用 但床底已从来不缺惊喜 缓了缓心情 布美想起了柯南昨天说的 背护镇的强盗杀人事件 这只乌鸦嘴 难道自己也会如脑味 的老板一样命断加重 与此同时 柯南这边 特间休息的侦探队 正计划放学后去看布美 但会员提醒各位直男 所有的女孩子 最不希望让人家看到 自己身体不好的样子了 女孩子表示 更不想让人看到 自己死掉的样子 这时 柯南的侦探弊章 突然传来音乐声 将于它是个对讲机 而不是儿童手表 所以这不是来电铃声 众人历史推测 是布美在那头放音乐 柯南小作回问 你是布美吗 对面又传来机械的暴石声 今天是5号 上午10点30分 原台历史听出 这是假面超人时钟的声音 他们人手一个 于是纷纷猜测 布美已经发不出声音 所以只好用时钟逗他们 但柯南发现 这个世界没有一个自准 如果只是无聊 为什么不用准确的时间呢 因为无聊嘛 柯南暗感不妙 布美这边 原来 特彗南离开卧室后 他就转移到了柜子里 此刻正希望通过必张求救 厉害了我的布美老弟 有点胆子了 可惜因为喉咙痛 已全然发不出声 用这个必张求救 就没有一次是顺顺利利的 柯南问布美 是不是没法说话 是的话就敲一下 不是的话就敲两下 于是比张里 类似传来敲一下的声音 这样只能对拉了劲 那好 我们就来鼓励他吧 你们都不太正常的样子 一个盲才出事 一个为喉咙痛鼓励 柯南再次询问布美 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事了 然而短暂的沉默后 对面却传来两声敲击 似乎在告诉众人 不用担心 这却让柯南更担心了 强盗表示 我至今不知道那天 露出了什么破绽 一时间 空气中飘着喜思饥恐的气氛 果然布美这边 特魁南把布美带了个正着 并用两声敲击 断送了用必张求救的希望 你这小鬼的东西 还挺先进的 有点眼里 你就不怕他掏出 什么更先进的东西 柯南这边虽然坠坠官 但他还是过来 继续上音乐课 然而心中藏着试 客果然听不进去 魁远看在眼里 倒是 其实他也觉得不对劲 那你们还是都来上课了 柯南表示 旧人必须先解谜 柯南表示 他的关注点是那首曲子 他觉得有点耳熟 可惜这是柯南的盲曲 音乐方面我本来就不行 我记得好像是 咪咪 这个倒还其次 这根本不是其次啊 于是回到了舒适区 他为什么要播错 我的日期跟时间呢 5号10点30分 到底意味着什么 这时 小林老师予以助攻 弹起了钢琴 而随着音符在空气中的跳动 会员的疑惑 逐渐清晰 就是蝸牛这首歌 不美他要告诉我们的 就是蝸牛这个名词 原来部门指的正是那个 以蝸牛为餐厅名字的老板 遭遇的事情 这个倒还其次 这根本就是知书凶意 柯南当即打断上课 要小林老师报警 接着一头冲了出去 时钟的暗号 一逐渐在脑海中清醒 原来 那其实就是强盗犯的意思 什么 你说小林老师 一个成熟的小林老师 不会敢对柯南有半点怀疑 果然 教室这边 经过辉远详述来句 小林老师正式报警 这节音乐课先行自习 而现状 官业元太觉得不能坐以待毙 一追柯南而去 柯南这边 跑了好一会儿后 终于丧尽体力 一时间觉得已经来不及 没想到柯南也日聚好 打个车会怎样啊 小朋友 不排队呢 我妈妈的血纱 被四分五裂的尸体给磨埋了 如果不赶快去的话 会来不及的呀 但柯南很快说服了自己 老科详细 背后的强盗案里 歹徒是把房子搜罗易空 临走时才灭得口 又想到布美家也不小 立即推 歹徒还要搜两礼拜 这故事告诉我们 房子一定要往大了卖 然而布美这边 一阵搜罗后 头柯南已经在数近日薪酬 怎么全部只有七万五千块而已 住在这么大的大厦里 竟然这么穷算 这话说的 你们闯空门的 是不是应该翻省翻省 说者站起了身 对布美露出了要灭口的画风 时不得啊 就为了四千块人民币 幸好这时 客厅的电话突然响起 头柯南还挺有素质 还帮人家把电话插回去了 说不知 一个带人拥有素质 是会遭报应的 只听铃声响了许久 无人接听 就转为了语音信箱 而信箱里传来的一个苍老声音 听起来就富裕 所以想把向您借的500万日元 顺便还给你 500万的数字 果然引起了头盔难得重视 为此他不惜手上再多一条博士 收获着对方用了先进的东西 原来客奶灵机一动 用博士的声音拖延时间 虽然方法不算聪明 但忽悠头盔难还算富裕 是我 把门打开吧 500万我手都提累了 嘿嘿嘿 头盔难试的是甩棍 紧得紧头盔 然而寻官许久没有动静 头盔难好奇手续 竟看到了一个孩子 他从容不迫 甚至从隔壁找了一个足球 这当然是因为足球腰带还没诞生 还得亲自找装备 叔叔 你是强盗饭吧 智能的声音直出了灵魂 魔幻的走向欢迎人生 只见柯南小座提醒 其实被足球打到也是很痛的哟 接着被让头盔难尽了世面 头盔难以偷皆宿 虽然有头盔保护 但仍摔了个筋骨碎裂 一时间需要缓缓 柯南赶紧进来找不美 104的适应 在女孩心中有高档的积分 可惜由于没有补刀 而不是补脚 那头盔难又站了起来 死他 被头盔难装到了 小米花出来果然要带头盔 不管是出来作案 还是出来约会 幸好这时 震弹队及时赶到 而头盔难受了小学生一脚 一时尽也有点忌惮 可惜他是选择了 小鬼头看不起人呢 不料后方的贵远一起偷袭 接着圆太尔人肉蛋冲击 震弹队取得胜利 几日后 不美的感冒终于痊愈 在震弹队协助下 该头盔难的身份得以欺利 原来他并不是那个 背护案的凶手 而是米花本地的强盗 嗯 情理之内意料之中 而那个背护案的凶残凶手 已在横滨落网 不会是横钩警官 不会是能拍 侦探们的正魂歌的地方 克兰表示 木警官跟他交代 那个闯进不美家的头盔难 其实本就不打算伤害不美 因为老弟也是哑巴是吧 可是雅德也不影响指认啊 然而众人冒醒的行为 还是让博士操作的心 云以训斥 可惜这是 阿丽博士 谢谢你哦 这次 要是没有你打电话来的话 那个歹徒就会立刻逃走了 博士被俘获放心 一时间觉得还能再来一次 难怪后来自自不倦 给震弹队设计 撤子爆胎 帐篷没带 等剧情 不可以博士 这就是阿者了 再见